我们新北关联署都有学习 亲切跟民众互动 手把手教学防疫小尝试 会在史明志上路第一天 新北市长霍友宜到第一线了解状况 好 再把手手提起来 就把民众等得无聊 工作人员现场交起暖身操 药局才刚开张 门口椅子早就坐满 排队人龙占据整条人行斗 不到十点钟 七十八人份都被领光 对啊 当然会失望啊 差不多快一个钟头了 这个量能还是希望能够多提供 让我们的药局 能够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 快筛四季本来就要降价 因为民众还是觉得 快筛四季是贵了一点 政府在这边协调的沟通上 能够让这个快筛四季 能够变成平零化 新北因为人口也比较多 就新北的市区的需求 我是希望建议可以到 一天两箱等于一百五十六份 再向中央喊话快筛要更多更便宜 因为新北确诊人数跳跃是增加 居家隔离人数标破三万 居家照护人数也近万人 目前新北有三百六十二位药师 帮忙居家送药 现在还得负责快筛实名制 这话基层人力透支 会有仪提出居隔转型 却被指挥官陈时中打回票 还说放弃隔离三周后 恐怕会五十万人确诊 中央目前在审核上 也许他还有一些想法 我都会给予尊重 最重要这一个路 必然我们都要面对 所以我也希望中央多多考虑 让新北事半 强调这个转型 势在必行 侯友宜再向中央喊话 这场基层与中央的防疫拔河 持续上演 环宇新闻 宋静林家县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